大家好,我們已經開始了,10月29日 因為遲了,所以不好意思 今天我想講一個題目比較具體 凡是一個特首也好,領袖也好,特朗普也好,希拉里也好 凡是做一個首領,事必應該有一個人格魅力 什麼叫人格魅力呢? 領袖一定有魅力,但最重要的魅力就是人格 即是說大家相信他,覺得他忠誠可靠 可能是作狀出來的,又可能是做出來的 但是很有趣的,沒有人格魅力就沒得做 所有什麼... 那我不贊成了 所以希拉里是虛弱 所以有得爭辯 那你一定可以做特首 因為下等人的國家地方是不需要的 因為那個人不是人選出來的 因為即使極沒有,他都可以坐到那個位 所以你說的東西,修正下不是不合 一定是對的 但是這個文明的地方,有一選舉的地方才是對的 有人格魅力,就算你是特權的地方 或者所謂的獨裁地方,都要有魅力 為什麼呢? 不是吧? 不是要跟正苗紅嗎? 魅力的意思是,就算你跟正苗紅也有魅力 你走出來,那些人看完你之後 人格一定沒有了,沒有什麼不需要 但是一個人沒有魅力,他走出來 望之不似人君 那董建華有魅力嗎? 我又不想說哪個名字 那我就不緊張了,那些人是誰 但是呢 六八九不是有的 他是狗來的 有很多就是沒有魅力,但他居然做到首領 這個呢,就真是奇怪了 那只有你那個解釋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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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問今晚主題說什麼 那其實呢 次官就已經開了 那就是說呢 到底呢 做一個領袖 政治領袖 是不是需要有人格魅力的? 是的 政治魅力都需要 但是呢 人格魅力呢 就是不是必須呢 比如說 美國總統選舉 現在呢 只有兩個人 其實算來算去 其實還有兩三個 那些小數黨 綠黨也有過 綠黨也有過 但是呢 那些人不足道 但是你看看這兩個人 特朗普 一個希拉里 我呢 兩個都望之不似人君 望之不似人 那個君也不用說 那個人 但是你做領袖 一定要人君 一定要是領袖 但是呢 譬如呢 這個 特朗普 這個人走出來 那個樣子 那把頭髮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 那些 形象顧問 就會被他 縮減了頭髮 說句不聽啊 大哥 不是被不被他 他被不被人搞 對啊 沒錯 這就是一個問題 是 一個領袖 是不是 不能夠 自己 江碧自用 自己說 怎樣就怎樣 要聽人說 為什麼 這個國家 靠你 美國總統 不是就是國家 全世界看清楚 你做一個這樣的形象 很多人怕 不似人君 他就是想挑戰他的人民 我就想回答一句 不關系的事 說一下 特朗普的頭髮 你小想不到 美國現在有件T恤戴上 那件T恤戴上 那件T恤戴上 就這樣發了 那件事就是怎樣 就是他印了特朗普的 死人頭在那裡 然後他就貼出一束毛 知道嗎 那個人 他就貼出一束毛 然後 他就貼出一束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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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香港的地中海 是分為一束毛 即是九一屆 或者是九一屆 或是九一屆 他也要把牆屆 去那邊 即是尖陪中的 這些都很穿崩 但假如他在後面 整個屆毛 整個屆毛 就貼出頭 因為那些頭髮金色 跟肉很近 看不到這條戒 所以他就選擇了 用這個 何必不用那個假髮呢 假髮很尷尬 很尷尬 大風那怎麼辦 因為他做了工作人物很久 被人認到 他無緣無緣無故 即是很尷尬 即是鄭小秋 無緣無故說 有個周青池的白頭髮 那麼長 人家就說 這個是假的 你看回以前 古具機 以前做娛樂新聞眼 還是什麼 那個年輕人 都已經高高的 額頭 但做了歌星之後 無緣無故那麼濃密 即是側田 他不敢戴假髮 就是這樣 他寧願戴地帽 潛水也要戴帽 洗澡也要戴帽 即是上鏡也要戴帽 因為怕被人看到 這個你又訪問一下女性 為什麼一個男性速投 就沒有了領袖的魅力 或者是歌星或是明星的魅力 女士怎麼說 你不介意所以說不到 什麼 你介意嗎 這是一個很奇妙的問題 其實你不是很抗拒 要不然就 抗拒的 我以前有個男朋友 地中海 你不是太抗拒 所以混不著 不奇怪 我明白的 我不是很明白 你知道我只是看內涵的人 怎麼會這麼介意 人也沒有頭髮 人也知道 當然也是 人所招之嘛 但是我呢 你看看周圍的人 有禿頭、地中海等等 他一定四為搶方法掩飾 就是剛才你說的問題 每個人掩飾 如果他不是覺得 別人看地中海或光頭 有其事的話 他不需要掩飾 我就覺得他越掩飾 因為他自己越歧視 他自己也很討厭自己的頭 老實說 我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認識很多 禿頭的人士 他不剃光他 都留著一點 好像不光滑 我經常都鼓勵 不如你全剪光 你看看美國有個打聲 好打的 全光頭 都做好主角 誰啊 有個法國佬 還可以打的 我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總之 如果聽眾看 就像飛車那個 CV那個 對 對 他都是全光剃光 在劇裡面也很有型 那些女兒 又等他回來 做雇傭兵 他又回來 又勾了腦 很有性格 但是那些朋友 我見過兩種 有些是很面對現實 反正我脫了頂 就剪光 旁邊那些也有忌妓 那就剪光 剪光 還有影 但有些 我最難堪 就是他發營師的剪光 那叫人怎樣剪光 哈哈哈哈 是不是收便宜一點 不是啊 收貴一點 不是啊 你怎麼七成頭髮 你收我七折吧 有鬼七成嗎 你怎麼成多 你越少就越難 難搞的 難說到給你聽我剪光 不是啊 他想幫你放邊 織在那邊 因為很難讓你知道 我做過事 是啊 那個髮型師也很難堪 這個又是一個難堪 第二個問題 越少 落刀落得很慘 錢已經多好 是啊 多頭髮又錯手 小頭又好像沒有做過 所以我覺得 遮掩的人 其實他自己很介意 其實我眼見 有些人是很大方得體 不介意的那些 你又忘記了他有這個缺陷 我覺得男女是有歧視的 男人是可以很開宗明義的 接受自己的缺陷 譬如大肚腩大肚腩 女人不行 然後就這樣走 女人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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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這樣做 你就覺得 腹份 腹份 人到中年 十個光頭九個褲 你明白 都是好東西來的 女人如果 像你所說的 波桌 然後下巴連頸 有個肚腩仔也不行 都不行 嘩 被人瞄到 你終於有個舊女朋友 聽你的節目 她說 你是不是說我 我當然不是 其實不是 真的不是她 你很多舊女朋友 不太多 就算了 斷了一隻手指 都算了 斷了一隻手指 都算了 我感覺到這樣 因為這是一個文化 或者是圍下來的一個形象 馮毅領袖 差不多有一個形象 即是高大形象 而且 不一定要高大 但他有一個高大的感覺 鄧小平很矮 納破兩矮 還要光頭 但是 他出來的眼神 和威嚴 走出來 以前沒有電視直播 還有兼甲的雕像 你看到鄧小平的雕像 哇 狗頭身 那些獨裁的領導人 都很喜歡刁到自己 狗頭身 兼甲人家在底下仰望他 整個大鐵人七十八 不是啊 你在下面仰望 只會看到他某個特別突出的器官 你看到北韓也是這樣的 因為金正恩的父親 金正日 他也是狗頭身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 寫實派那些 就被他斬頭或槍斃了 總是要做到這樣才是安樂 所以這些是一個門店的手法 或者北韓根本沒有寫實派 為什麼沒有呢 通常人們很餓 都是寫實派 為什麼不是呢 這樣說 有寫實派那麼寫實 就生存不了 因為規定了形象是怎樣的 因為規定形象很有趣 我舉個例子 當中世紀的時候 這個基督教最行的時候 聖母的形象必定是年輕人 你會發現嗎 聖母其實呢 一是美女 一定是 起碼耶穌死的時候 起碼都十歲 沒有理由 耶穌三十歲了 你起碼都十歲 聖母是二十歲 是不是有標榜她是處女呢 沒錯 另外一個就是處女 一定是年輕的 但是老都是處女 人們也不知道 她不是這樣算的 她是無顛的 她是無顛的少人 一定是一個十八九歲 很純潔純真 好像未開包的少女一樣 這個就是 做一個假形象給大家的感覺 這個就是她所謂人間的魅力 她要做她的魅力 第二 你可以感覺到 另外一個人 就是馬克思 原來馬克思是 比恩格思老老 她是真實年齡 但是做出來畫的樣子 馬克思就要年輕一點 恩格思就要老一點 因為她要做到 她要高她的皮 要畫她的皮 其實馬克思 整世人都靠恩格思養 沒有恩格思 她根本就死了很久 根本就沒有水維生 恩格思是一個有錢人 在英國 給她一個百分之二百的支持 所以 就這樣就為害人間 是的 但是搞到 後來 反而 馬克思又寫了資本論 寫了宣言 所以名簽 就蓋過她的金主 金主 對 她就變成了 她有一個魅力 也是人造的魅力 特地畫到她年輕了 掛了一些照片 但是還有 你有沒有發現 馬克思永遠很少見到全身像 全身像 半身也有 是很少全身像 就因為 一全身像 她肥矮 OK 她不想她一個 這個形象 低了下來 即比肥矮 因為這件事 很多時候在世界上 一般人都覺得 高大威猛 瘦 也很大 譬如 為何這麼像大合 很簡單 因為她高手 如果你肥矮 就真的做不到大合 就算大合 很好打 以前台灣的 假胡桃 雖然很好打 好打 但你不能夠做大合 這麼有趣 一定要高跳 這個其實是一種歧視 我覺得是崇拜 不要說歧視 對矮人的歧視 對矮人的歧視 例如你說 美女一般人會覺得 她一定是 不窩視 或者是很乾淨 人們跟美女是乾淨 不說髒話 事實證明 不要緊 大量女人是說髒話 但其實 如果那些政治領袖 我覺得明星是一回事 明星是有她 你明白嗎 因為她賣的就是形象 是啊 她就要討好那些 以形象先 而因為形象 而肯放水的人 但你選票不同 說真的 你選票當然牽涉很多的利益 那些人 本來不是低至到買形象 應該是買你的實際的政治理念 以及你的辦事能力 你能不能夠改善社會 將它推向前 如是等等 但為何政治領袖都要記肥蟻 光頭 肉酸 鬥皮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挑戰更大 譬如剛才 是硬照 尤其是 尤其是 原因就是沒有人知道她是很可憐的 當時 人們不會想到她 坐著說話 這麼有霸氣 這麼有說服力 這麼有自信 如果她比起今天她做總統 她就虧了一尺 是的 因為你要站著說 你辯論的時候 坐一輪椅 她就高一格 那這些人是不是歧視相殘呢 我覺得也未必是歧視 只不過人本身根本 人人都是歧視 那樣又不是歧視 只不過那些虛偽的人 將那一層 扔出來是不歧視的 沒錯 很複雜 這個 這個歧視的一種 是傳統式的想法 當你覺得人比較矮 或者你要仰視她 或者低向虎視她 那你本身已經是一個 輸了一節 輸了一節 又舉個例子 你記不記得 我們年輕人讀書的時候 喜歡看一個Cowboy 那時流行Cowboy片 我叫John Wings 你說吧 我不說 你說似管讀書 你還未投胎 我上一輩子未死 但你有看的 我知道有一個這樣的人 John Wings有一個很有趣 他是矮仔 喝來喝 他是矮仔 但他怎樣可以做Cowboy 他只有每一次 你找一些矮一點的馬 每一次都是馬上 他永遠站在馬上 他不落地 他永遠不只矮仔 人家要出一隻手拍的 那怎麼辦 沒辦法 剛剛出發明的內套鞋 靈彩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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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還有 你有沒有看到 如果逢是我們以前 都是這樣想的 男主角矮仔 千萬不要找個高妹襯 高妹襯就更矮 那就要找個五尺四 你要找個五尺二 五尺四 差不多 但現在就不太多了 因為香港多數的巨星都是很矮的 在真正法之後 你想想郭富城 只有一個高佬就是 你想想郭富城 他又跟洪杜林拍拖 我覺得現在反過來 反映自己的自信 不僅是黎智的外表 你想想他只有五尺頭 他的女神六尺 還很懶惰地走出來 某程度 他覺得自己有了一兩數 他才夠膽地混合高妹 我覺得是另一種演繹方法 當然一般那種傳統 你對高妹有沒有特別的 十分喜好 十分喜好 我純粹是動物性 因為希望配種的時候 會高一點 你都不配種 你還有沒有種症 這是動物性 試試才知道 有好消息通知我 我感覺到現在世界 已經慢慢轉變了 轉變到一個程度 已經很混亂 不是那個形象 或者自信心的形象 比外表的更重要 例如剛才你舉個例子 董建華 董建華 望之不似人軍 肥腾腾 白白頭髮 眼袋大大 為何還可以成為一個領袖 人家還要選他 其實他不是領袖 沒錯 現在我想說 原來這種領袖 是豁著 不需要的 真的要競選出來的領袖 就需要的 反過來 就是 那個領袖 他是不是因為領導才能 而打擊到他身邊的競爭者 而拿到領袖地位 還是空降 或者是後面有個後台 對 根本上要找個白癡 出來 鬥白癡 就在那些白癡 走出來 形象是這樣 很合理 反而 倒轉 梁振英是高大 真的有一個有型有台型 但為何又會感覺到 那些人覺得他沒有了吸引力 這是天生的 這就是人格的回歷問題 這是獨果抹黑 一定是 就是你的人格 一定是人軍 我們誤會了 全香港700萬市民 除了個別 羅范昭芬 他老婆 那些 他的女兒都不在那個列裡面 其餘那些 都是認為錯了 認為錯了嗎 不是認為對 我說他是人軍 但我們看錯 我們看錯 這就是人格的魅力所在 沒有人格魅力 人格魅力是甚麼呢 就是你做事 最後來 你能不能夠公公正正 能不能夠說話出來 是就是 是就是 是非就是非 你這個人 能不能夠出來說的話 一言九定 你經常說真話 真的一言九定 在網上 你看他Facebook 他出身 post 有多少個生氣 是不是 嘩 我覺得Facebook 滿著全球 是不誠實的使用電腦系統 哈哈 這是一盡的 因為平時他們的Live 那些Live 怎麼會遮不完的畫面 老實說 如果一人一個Angry的話 我試過狂按 兩個手指這樣按 四十個 這樣按 打機 不斷狂按 他都出不完那些 那些Angry 因為他規定要出二十顆 我覺得真的不老實 如果不是 就看不到 正啊 就聽到聲音 嘩 所以他們說 這些事情 有些人感覺到 如果有人感覺到 或者有人覺得 誠信 或者誠信 誠信不夠 為什麼由選到 又反映到一件事 這不是選 這不是選 大家經常要求 公平的競爭 選 在這些地方已經看不到 其實特首 他不公平 就算是很公平 也好 那些選委 選擇是很公平 也好 但問題是 那些選委 已經被人選了 那些選委 是篩選地 才可以做到選委 你和我行不行 你可能可以 我不行 當然不行 咒忌 黑漢奸 黑漢奸 第一屆你還不是漢奸 也是漢奸 第一屆已經是 可能你一屆有份 不會有的 不會有的 你這個舊拍檔 可能有份 就來有 應該 但這次選輸了 可能有沒有機會 下了 不知道 不懂這些 我覺得那些選委 現在 說回這屆也好 我覺得 很多人誤會了 網上的朋友 都覺得選誰 誰都選了 連傳媒也是這樣誤導 弄四張照片 誰能跑出來 其實 誰能跑出來 都很關我們 但誰能跑出來 我們沒有機會選 其實你來做一個問題 就是地球如何滅亡 到底是恐龍再出現 碎星集地球 還是冰河世紀又來 就是這樣一樣 完全不能選 又與我無關 很關我的事 但我無法控制 對 影響不到 影響不到 說到這個 我又說 一個 探訟不如考慮選特首 他想 我 叫你 不容易讓你報名 不然 找一個港獨報名 這個不是不是 如果我都可以的話 我想很多人報 第一屆有很多人報 一人一特首 有很多人報 有很多人報 明白嗎 他都被封鎖出來 揚鐵糧 那時候真的是廢 應該好像胡官 走出來自己開記者會 胡官真是見臭 說真的 我又說 這個 我感覺到 這個 另外一個 對 維穩政治的好處 你說胡官 我從另一個角度看 首先問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胡官有沒有記憶 沒有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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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明白 無論什麼 五十年後 一萬年後 如果是這樣的選舉 都只有三個 不會超過三個 三個是最終的 即是說 有規定 沒有規定 沒有規定 急速速度 但我看的情況,不會比你超過三個 有辦法使得你不超過三個 為什麼超過三個呢? 超過三個容易做,等於跑馬一樣,正庫冷 胡官這次,我覺得他自己建立出來,飾演了冷的角色 冷的角色,以前是AV人,蓋金蘭那些,梁不潔那些 那些人不是自在做政府冷的冷,而是自在有機會在那裏說些東西出來查理台 現在有人建立了這個位置,這個人建立了這個位置,都會說些東西 但不會說到好像AV人,和楊麥傑那些人那麼激 變成了這個位置,就好做很多 即是等他沒有另一個AV人上來 沒有,很難上來 但泛民都說得明白,不會派人 那就是了,就是阿次官說的劇本 其實我又不是這樣看 先說一下,還有兩個 那兩個呢 葉劉,不知道 他講明是選的 但不讓他就不敢 但他現在已經說,在籌了這個選辦公室 在組班 我覺得有點變數 雖然阿次官說的是真的 即是不讓你走什麼出來 但以他這個老娘 人生的最高峰過了之後 他想再上高峰 如果這次不行 他以後的政治都沒有前度 可能會被盤子 照出來爆 他上次已經是這樣 上一次 他已經是上完去 我忘記了哪個和哪個 兩條大陸官 勸他叫他不要選 他回來都還是很想去 對呀,還在嘴苗苗苗 所以他面樓給了這樣 還要去求其論 我呢,我覺得 頸子不太硬 也不能硬 也不能硬 那一把嘴 到頭來 上高峰的嘴 告訴他 不要激 我想如果葉劉沒有叫鴨 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 我想他一定會出標 如果叫了鴨 就麻煩了 又有黑材料 這個我不知道 有沒有我不知道 但起碼 你認不認識他的 很熟 很熟 很熟,不要緊 但我覺得 不是他有沒有本事 有沒有本領 而是 上高比不比 他出馬 出了閘 任入閘 因為呢 大家都明白 最後呢 就是要批准入閘 拿到一個批文 才能入閘 你沒有批文 根本呢 就等於沒有交流外費 沒錯 你不是胡官 胡官押了這個位 對國家有貢獻 因為他霸了那個AV 即是他連好國、醜國都霸了 你認為是這樣 是的 政府懶惰 但是胡官為何要受這些壓力 要出來陪他呢 他沒有 他自己中了進來 對呀 中正下 你意思是說他自動送上門 就剛剛放了那個位 但你難不保他出來 比AV人更厲害 會的 因為他年紀都一把 但是呢 起碼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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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飾演的角色呢 是 適合兩邊的心髓 適合他自動送上門 適合那邊的心髓 那就不妨讓你入閘 對 但是還有兩個呢 那兩個呢 那兩個呢 就是一個正一個副 政府呢 是的 政府呢 就有一個針的了 還有呢 一定要政府才能表現到民主 薯片 薯片都問 我覺得 六八九 薯片 然後還會加多一個 那四個了 但是因為呢 今天呢 胡官呢 不知道是今天還是昨天 他就說呢 如果呢 薯片入閘呢 他考慮退選 其實胡官呢 即是何志光 你知道什麼叫何志光嗎 不知道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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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一些別人的東西嗎 就是 何志光說 有份選的嘛 在九西不斷罵黃宗文那個人 我知道 那就是代表什麼才行的 他進去呢 只是爆絲 就是我不選都行 是不是Nervana 現在跟我來那招 就是我不選都行 其實作用就跟何志光一模一樣 是 那你進去呢 就是為了爆絲 為了掃臭他 就是為了 逐樣逐樣的東西 借過大氣電波 不斷剷他 剷到他 就是誰都知道他那些壞事了 那接著 我可以不選的 你不會選我 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情況就是 胡官就等於 特首界的何志光 這個就是變了 這個有點道理的 但我覺得有點牽強 因為六八九的壞事 就是人所周知的嘛 是不是 不是啊 可能他有些秘密的東西 更加秘密 就是人所周知的東西 都還有一些未知的 他連UGL五千萬的那件事 都已經養成這樣 不是擔心他 是擔心他 是擔心他背後整個抽 都拔出來 你說六八九背後的抽 有份配合他一起貪污的大陸官 各樣各樣 但是現在不出奇了 十八大完結之後 路似是這樣走的 集核心 你想想如果所謂的集核心 在上面打貪 他這麼努力 做了這麼多年 這次我來你香港 我還不搞你 我就覺得劇本 如果爆冷 是適合觀眾 因為法官 因為他說明 他一定會移動 六八九五千萬 還有為什麼 你僭建 兩個人都有份僭建 還是一個人有事 另一個人沒有事 他說明這些 我記得 其實我覺得他的作用 就是令到 某程度是 派了一些 討論給大家開心 出來講一些 根本是誰人都知道 但從來講出來 那些報紙有局部 說 只是蘋果 讀果會說 大家都屈在心裏面 明明是誰人都知道 但你又不認 又影響不到你 又對不到你 又落台 但胡官相對 比一般市民 認受性比較高 說句話 正所謂有壓力一點 由他包出來講 大家好像媽媽 教教不了兒子 叫我叔叔 打你 叫警察叔叔 拘捕你 現在的作用就是這樣 其實實際上沒有作用 孫總統也有聲音說出來 蝕一蝕 燒消氣 其實是維穩 所以我説 將來政府冷 都要看上高劇本怎麼寫 但我覺得 這個是我推測 過些時候可以證明 六八九有個問題很大 因為他不是核心的成員之派 即不是習派 不是習派 所以如果核心仍然有力 發到功的話 他沒有份 即是有核心 即是有核心就沒有他 說多一次 核心如果是集的話 他沒有份 六八九沒有份 沒有份 即是胡菇又沒有份 未必有份 那個褲也有份 正褲冷 冷 剛才探診就說了 那個功能 有一個燒消氣的作用 他又押了位置 塞了位置 讓你那個AV人那些 不能出聲 不會出聲 又不準備出聲 這個人做了消氣之後 就給了一些公眾 我們看了公眾 又有些心局 然後阿富又贏了 阿富又贏了 阿富又贏了 阿富有誰 我們稍後說 你有收到一封集派 底下直系有誰 大佬握了手 薯片也握了手 我聽說薯片有 你說雞珍嗎 不是 薯片也是 我就是不知道誰 我沒有聽過 現在有個米糕糕 是否握手 就等於一定 中女尋一千百度 前面兩個就是握手 有跑馬馬債 有trace report 你講 而且那個握手 不是普通人見到英女王 是中女尋他 是四華品 是中女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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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新聞 老實說 我的主觀願望 當然是想吃薯片 我不想吃薯片 因為薯片夠氣 你知道氣可以防衰老 我不想 又可以聊 又可以說話 今天 韓文也是講小譚 我們猜 天璣 沒錯 講天璣 薯片被人說 其實是 小馬大幫忙 其實是家冕 其實是家冕 這個時候 黃師傅上身 這些叫做潛龍蜜蓉 不是時候 等時候 一到就馬上 飛龍 天龍在田 飛龍在天 有人說太王的兒子也是這樣 太王的兒子 假裝追女兒 假裝 那個人 沒有妻人這樣分析 肥淡也是這樣分析 當然是不會 我覺得 堅敗家仔 其實沒有什麼證據 很酸 酸到有了酸 由這個人把口說 就等於 那對球多了一個後衛 如果是打球 就算 嘩 嘩 嘩 因為剛好月樓真的有對球 嘩 我不想想 那對球多了一個後衛 是 這些小馬大幫忙 是 我記得幾年前 我看一周刊 李柱銘接觸過一些土共的團體 在上面來訪問 媒體訪問他 李柱銘為什麼 上面那些人 即那些《人民日報》 刪到你上天盤 但我接觸了你 完全不是這樣的 沒事的 然後李柱銘問他 那些民間的人信不信 即是看報紙那些 他說那些人當然相信 他相信一件事 就是《人民日報》狂鬧的 那些必定是好人 哈哈 這些就是他們的智慧 這個也是 民間智慧 第二個鬧 可能多些人相信 交給這個人鬧 就真的大家開心 就是恭喜 八九 經一樹 不是 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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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鬧爭 那個 撞飛鳥 撞飛鳥 那些人說 很多人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出來 就幫了忙 是會幫忙 這是明燈來的 明燈來的 還很握手 很握手 很握手 為什麼要罵他 我現在在想 假如 這個不能夠擅自 這些不能夠妄測 古代的說法 是天心的 如果你擅善正義 就死定了 現在 2016年 就想一下 假如我是習近平 我會怎樣 香港現在搞到這樣 到底現在是法治重要 還是經濟重要 打哪張牌 如果你們覺得 香港暖到哪個不堪 我又要突顯我這個集合心 我的廉潔奉公 我是能夠顛覆 中共這麼多年來 那種貪污腐敗 那我就被胡國興賞 但如果香港就是死了 香港的經濟地位 真的太重要了 我要找一個 會管錢的人 不是給薯片上 即是那兩手牌 都不是太差的 這是我自己主觀意願 因為我不想胡官退選 因為我覺得 始終法官 不是大陸的法官 即是他有些 我都覺得 但問題你要認識 他的法和那個法 大家不同寫法 是 兩個不同的法 這個法 就真的是英國式法律 是 最後 要為了公義來做 是 那個法 就為了黨的利益來做 一切都說得明 以前 姓邵那位老友 星星 昨天他回家 我跟他很熟悉 他回家叫星星 陰陰 不是 肥仔邵 中央組主任 哦 邵陰陰和我老友 很多年前 你已經說 中國這麼多年歷史 哪個朝代 哪個朝代 法律不是為政治服務 每個都是 法律應該為政治服務 我跟他爭吵死了 我說法律不是為政治服務 法律是為公義服務 這是英國人的想法 他那個是中國人的想法 其實在以前的英國時代已經發跡 他只是靠那個制度來發跡 但問題就是 我講呂王的想法 你的想法是我們 香港人傳統來 一個良好願望 是一個依法辦事 依法的法 我們的法 不是他們的法 依那個法 依公義來做 這樣是對的 是我們對的 胡官做 有這樣的味道 第二個做 未必有這樣的味道 但是 現在不是 一直下來 是變了 我的主觀願望 純粹 我很希望 假如我試習近平 我為了想和世界接軌 我為了想 使共產黨多年來的 仰衰形象 所以我會找一個 鎮得住台 黨大還是發大 不是 他講的意思 他講的意思 不是沒有道理 我也是一個主觀願望 因為他以往 中國的形象實在太差了 怎樣挽救呢 我覺得香港 如果他覺得 真的不足為患的時候 他坐得很穩陣了 香港一直都是示範單位 現在從來都 一國兩制 就已經是示範單位 但只不過是示範失敗 但如果他拿香港來 就是示範單位 對他本身的收入 是沒有影響的 法律越健全 短期內 可能有些貪官 或者商家 可能影響到經濟 但長遠來說 經濟一定會震興 好像以前那樣 還有你想想 最近目的評級 又跌 又依又怒 其實是中央插手 這些是最奪命的 因為原因 所有香港差 如果他真是聰明 你看看香港 為何外面的形象這麼差 因為傳媒 你真的獨國 能夠摸到嗎 真是美國人插手嗎 其實不是 因為你自己 在破壞香港 所有原本有的東西 有的生活 有的制度 假如整個人回來 撿一撿他 撿一撿骨 最多你做一介兩介 踢走你 香港已經不同了 可能香港的領導人 信譽的東西 他又可以在香港做生意 那些大陸的人 這個也不奇怪 長遠來說 我覺得絕對是好過不是 因為我為何不太想 薯片做呢 薯片畢竟 在689這四年 四五年裏面 染了一些雜氣 佛家說的雜氣 那一陣除 那一陣的行事作風 你說他是不是 上了台之後 能夠 新人事新作風 當中完全一洗掉 所有前朝的壞事 我覺得未必 我主觀來說 我很不想他做 我覺得 第一個問題 先要剷掉 州署除三害 真的要除了大害 中聯辦加689 是 成報說的 還有後面的大粒 其實成報出來 不是沒有意思的 是 早半年做預備 就是給你 你先收拾一下 州署 你貴重的東西 賣賣出去 這個一定有後面 很大的能力 很大的法 這個功 你看到時間 你已經知道 就是十八大之前 全部有陰謀 全部有陽謀 因為他一向是容易招 因為他的而且確 這些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他明明沒有民意授權 他偏偏要做到自己 其實這個決定 是很符合民情的 所以一直吹捕 靠自己的宣傳機器 不斷炒 他知道哪裏最吸票的 就是香港現在 集中 全世界都想打死一個人 我就是這個位置落手 即是投機 對 就是紅色巨人 你說紅色彈的人 兩年前都說了 你看看 還有一個反證 就是 環球一發聲 我就知道他對 他一定是兩個勢力在打 但環球和人民日報 大家正在捏 你知道人民日報出了一篇文章 說資賴的稱呼沒有問題 根本就是沒有問題 是啊 好笑 但不是代表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裡面的賺高人 大陸准你出的 對 裡面就是賊佬 屎沙寶裡沒有壞 有什麼事就賺錢 你知不知道裡面那些 寫稿那個 往往就是黨的筆 他讓你出的就是裡面的聲音 我都有看 我覺得很合情理 我自己一早就已經說了 就是 你的仇人叫你的真名 你因為真的仇人 改了自己的名 很簡單 很白癡 毛主席教了 很簡單 毛主席教了 敵人反對 我贊成 這個 這個 十次十次都來 這些就是無毒 他一定是這樣的 自己的爸爸都不要 他管得你誰是黑白的 總之你黑我就白 你白我黑 你都要黑 你都給我對不對 沒有對不對 逼人歸邊 總之兩極化 一直在罵兩極化 一直在做兩極化 另外還有一個 不是有人串你 說你閘閘 都要潤他們 我不是潤 我屑他 我看你今集沒有 我就幫你講 我真的不想再說 另外一個我想說出來 就是很多坊間都有體會錯了 他覺得這個集體離開 等你不夠空間開完整會 是對的 這個建制派 但是這件事情 為什麼是錯呢 很多人說不出 為什麼是錯 為什麼是錯呢 原來當一個 在議會上 大多數的時候 你大多數用這個方法 來示威 來做事 這是劉會 這是劉會 一定做到 因為你是大多數 所以你一出聲就可以做到 這個不是給大多數 用來作為一種武器的方法 這是給最弱勢的方法 是給弱勢社群 弱勢的反對派 弱勢的派別 但是在道理上 他們是弱勢的 但問題是 現在就用了 給強勢的人 大多數的人 用來做武器 這個就是一個違反 我們剛才說的政治倫理 這是非常大的錯失 所以在共產黨下面 你不能說倫理 不能說邏輯 這是完全不對的 在國際上被人笑到啞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一定贏 你一定贏 你用你一定贏的方法 來壓制人 你贏人 這些不算英雄 不算是對的 根本上他們 又不算對又不算英雄 你一定贏 你大多數 當一班後面皮的人 走在一起 你很難不會有這些事發生 有沒有人告訴我 當你發動起一個這樣的運動的時候 會提出一個醒覺 我們是大多數的 我們一做 每個人都來 我們贏定 我們這樣做 合不合一個議會的方式 不是 他們真是利益先 而是我們所謂的 result oriented 因為他就是呼應 他就是呼應 他社會裡面 投票給他那些 死蠢大多數 他們就是要看這些 我今天看到一段影片 就是兩個都是律師 周浩鼎就說 泛民輸打贏要 楊岳橋就說 是呀 你說得對 輸打贏要 輸是誰輸 你們政府輸 你提得好 根本的官員就已經出來了 歐慶祥法官已經出了一篇 其實除非這兩個人 梁柔 是被公開取消了 他們那個議員的資格 否則他們還是立法會議員 是否合法選舉中當選 選民還是期望他們的聲音 會能夠在議會裡面被代表 你現在是欺奪他們 在議會裡面的發言權 其實這兩個月 正正表露了一國兩制的失敗 所以你剛才說 找個胡蕪來執骨 我覺得是很有表性 有期望 是你的期望 如果我是習近平 也是那句 你是習近平就麻煩了 如果我是習近平就麻煩了 逼女人濃空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去日本的溫泉是因為 恃小日本人的女人很噁心 對呀 很小 比這裏習近平就麻煩了 全部沒有D級 不要走出去見我 我力氣到你去補杯 東西給我喝也要一點 你真正經一點 我不是很正經的 因為我在溫泉 我天天真的浸溫泉 你以為你搶我的話題 搞得我天天就去補杯 我記得 我在東京 我在那裏浸 因為很累 走得很糟糕 走得由大腿痛 小腿痛到 跟肩腳板痛 然後發炎 我天天真的浸溫泉 我天天浸溫泉 我天天浸溫泉 很糟糕 給你最後的名字 你繼續吧 對不起 如果我是習近平 我當然是落猛藥 因為香港已經去到生死存亡 關鍵時刻 但對他來說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 胡官 有什麼好處呢 你剛才說了 他自己如果是為了私利 他不是為了一個國家 不是為了民族 黨有什麼好處呢 黨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 形象 形象是第一 因為他的形象 對於他現在的轉型是最重要的 他要表明他自己是一個開明的君主 但問題是否最重要呢 是最重要 在全個國家這麼多事務 有壯獨 有分離主義 這是否最重要 你聽清楚 如果胡官當選的話 港獨聲音就沒有了 一夜搞定 因為他肯過23條 但他又不在乎 他說符合香港利益的情況下 過23條 但他又不在乎 因為那些港獨是他製造出來的 明知是假的 不是他製造的 是689製造出來的 即是西環 西環加689製造出來的 他相信是假的 那哪有存在呢 但問題是 他製造是假的同時 現在就變成棄假成真 龍假成真 龍假成真 沒錯 所以你要整個聲音消滅了 沒有了 你只要給一個胡官 真是依法治國 我就給你玩四年 你明白嗎 四年之後 你就給胡蘇做 胡蘇那時候也不是很大 反而胡官做不到 胡官七十歲 到時四年之後 七十五歲一定做不到 我就給你撿一撿骨 真是燒一燒氣 然後這個時候 第一又符合我一個 一個開明的明君的形象 第二全世界又會覺得 我終於肯將黨開放 步向民主 那我推什麼都容易一點 這是很樂觀的 第三就是 香港畢竟是人民幣的 所有的錢 人民幣都要經香港 你目的評級 各方面跌的時候 這個讓蕭公志說 人民幣如果想正常化 就像港幣那樣流通 他都有這樣的願望 香港長期在那裡 一輩子都不用回身 所以肯定四年 這是其中一個願望 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說 假如六八九繼續連任 我們現在正在死 但對中央有沒有好處呢 沒有 剛剛到頭 他已經說了這句話 他說換了一個特首 就沒有利於香港轉變 香港也是一樣的 轉不轉得這樣 但這句話 他不是這樣說 他是說 那是不是換了人 港獨聲音就會沒有了 是否換了人 香港的主要問題就會沒有問題 這是一個強詞奪理的說法 為什麼呢 回到頭問 是不是換了人就會好 也不是 換了人也不會好 不換人也未必等於好 他不是一個因果關係 都是取巧 也是取巧 又是語言藝術 勞家長 換語不換 與好語不好 是沒有關係的 問題就是那個人 那個人可以轉性 轉性也可以做回家 變性一點 變性一點 現在問題在哪裡呢 現在問題就是 他做了這麼久 他的能力已經見底了 壞了這麼久 還有他能力見底之餘 他的作風 他做了作風 這個作風一定會搞不好香港 而且不斷地樹立 天天多一個敵人 不要多兩個 而且他的敵人是層級 幾何級 證明他也是王毓民的聽眾 交友為虎 樹敵為樂 是的 樹敵為樂 我沒有聽過他 但我個人覺得他是這樣的 他不斷地不想 他不想 user friendly 即是我們說 希望我們的選民 他不是沒有選民 沒有的 是人民 他統治下人民 跟他友善 跟他友善 於是做福香港社會 起碼第一件事做不到 就是他沒有使得 覺得他底下人 覺得他是友善 他從來沒有 我覺得他這個簡直是一個缺陷 一個癖號 就算他不從政 他的朋友也沒有什麼朋友 他也沒有朋友 而且他也激怒人為樂 是的 他以鳥人為樂 他是性虐待殼 所以證明肥媽 肥媽也是很變態 常常稱CY 一定是變態 真的跟他友善 餓者 有一個Frankie Ibn Carlock 沒有DQ糧牛奶有暴動 沒有暴動 沒有借口 沒有借口 沒有連任 這個不是亂港食人幫的 我正在懷疑 我不是懷疑 我又想知道 假如真的亂港之後 其實對中央是否有 對中央是否有好處 沒有 你想想台灣 你會有制衡 台灣不是來得越遠 這個示範單位是困難的 我怎會肯跟你歸順 是否才不會制衡 我也是想想想想 有什麼好處 如果689繼續連任 對中央有什麼好處 除非就是一個支持 一個支持中央領袖的人 但我覺得這個人的支持力 不是在全國內有這麼大 最高的軍事將領 那兩個都可以剷 我明白 有什麼不剷 但我覺得 我用最壞的打算 往往都是這樣想 到時有好事的時候 會開心很多 我覺得會不會是 習近平多這些人 如果香港被這些人 以前可能受過香港氣 因為香港以前 那些人回大陸做生意 很麻煩 當中國仍然很窮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 有一個人這樣欺負 你這幫混蛋 等你一輩子都抬不起來 雖然你自己很亂 但你影響不到我 影響不到我的威信 二來 你這幫人如果給你有好日子過 如果你們的經濟 跑得贏了我們中國 或者你更加在中國有代表性 而你又不認自己在中國的時候 那他就更加沒有面子 於是似乎 寧願一個人這樣 弄一顆黑氣石 在超人家裡 搞到你一輩子都無法遺台 你覺得對他來說 會不會舒服一點呢 我覺得 他說利益 這個都是利益 不是啊 這個反面利益 但這個利益 對他來說 付出的代價太大 很大的代價 他要一些現兜兜 數到的利益 很大的代價 因為香港始終 你在世界上 都是有一個示範單位 這個示範單位做得不好 當然英國佬沒有權再管 美國佬又不能夠插手 甚麼都不用 但你還有全世界要做生意 你不是以為沒有生意做 我覺得就是這樣 你這樣說 我覺得是樂觀了 原因就是 你現在看到大陸這樣做生意的手法 英國又跟他簽約 澳洲跟他簽約 會不會其實他那個壞的價值觀 壞的示範 已經蔓延了全球呢 很多人就看到人民幣 就誣陷一下 以前那些鬼佬很厲害 今天就是你看到一個一個國家這樣失望 一個一個國家這樣 我明白 但是你要知道 他依然有阻力 譬如他跟泰國 要起高鐵 起起下又太可愛 別人又說 要用日本 貴一點就貴一點 當然啦 因為那些人都是沒有用力 還有因為他過程生產了很多東西 就是鋼鐵等 他輸出的 他現在有阻力 他還是有阻力 如果他能夠 我覺得他面子大於一切 對於這個集包子來說 他如果能夠改善 令到他的形象 除了他個人 還有他領導的黨 因為他永遠都要走一個強力的領袖 然後他要做一個康熙 他要奠定一代的盛世 所以我覺得他可以 亦都有理由要下猛藥 因為利益的時候 你要掃皮所有的障礙 就是人們覺得 這些東西是假的 這些東西不行 這些東西全部都人為 法治之類的 如果他能夠顛覆這件事 他就連那些障礙都沒有了 希望啦 我們只是希望很卑微 什麼都影響不了 真可憐 影響不了 香港就是一個 好像一個酸瓜 入了一個瓶 然後 在瓶子裡 在瓶子裡 就是永遠不上不下 你永遠瓦死 做醃住 瓦死了 之後瓦死 救生癢很辛苦 真可憐 其實中國 我覺得 近年 我經常都採用 所有 我經常都採用 所有產品 但我近年看到他有好東西 例如 R.I. 例如有一個品牌 叫DJI 出直升機 現在出了攝影機 他是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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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而且 ked white 他是絕對沒有其他品牌 但那種 nunca香港發明 這樣的攝影機 他們有一次狀態 另一個圖あの其實他們 Magari 因為那些機器原來這麼小已經拍到4K 那部機器這麼小這麼輕 一單磋一枝棍就可以做到那些效果 那不會爆炸 又未爆過 因為那個老闆 就是在香港讀書的大陸人 在科大讀書 很聰明地來香港見識了之後 就找一些外國人做貿易 去處理整個品牌的事務 這個實驗就成功了 竟然是另眼相看 你現在看到銅鑼灣開一間門市的旗艦店 你走到外國完全不覺得它是國產 沒有這麼大陸隨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另眼相看 我想說我自己的經驗 我早就發訊息給我的時候 很禮貌 有自我介紹 你有沒有弄個親子在那裡 這個我有段故事想說 我們再說一遍 好了你提起我 我們三個人想過來 我叫什麼名字 我們三個人想過來吃 我們從西雅圖回來的 怎樣怎樣怎樣 講了一大堆很友善 來到三個年輕人 有多好樣 有很多禮物進來跟你握手 你握手是風水甲的 為什麼 然後坐下 總之整個過程很禮貌 講完英文 然後配合廣東話 然後我說 剛才在西雅圖回來 我們是來旅行還是來什麼 他說不是 我們一個人在上海工作 我在澳門 他在香港 我們久不久聚集 然後我說你們在香港出生 還是在西雅圖出生 他說不是 我在廣州出生 然後他說我也是廣州 我也是廣州 那就是廣州話 說個嗨嗨 那一刻 我就覺得 完全不是我印象中的大陸人 甚至大陸人裡面 很好的廣州人的印象 你知道嗎 那一刻我覺得 其實我們經常抓小些大陸人 拿綠卡移民去外國 其實他移民那一刻 已經忘了國 他移民那一刻 忘記還是什麼 不是 忘國 他把自己的DNA洗了 已經 他製造自己 起碼這一代 這些人 他有制禁 突然說國家 說民族 他又立刻上了身 我覺得這些都可以喬裝 但我剛才說出一個產品 真的不是那麼簡單 他竟然肯自己出錢做R&D 在中國人來說 這是一個很突破 那些是有些錢 我明白 他在香港讀書 但是那些人可以喬裝到 騙你的20分鐘 算是怎樣 是不是已經夠時間了 但是我真的認識一個香港女生 真的用親來稱呼你 是嗎 親你何時過來上課 親 親不見 愛無心 愛無心 真的就是這樣 時間就夠了 好像因為我遲到的關係 他們還有我節目要錄 所以這一集 我們會遇到你 待會的節目 好 明晚你們會見到 如是我問 就多了這傢伙 OK 拜拜